正在直播南篮生死战周期王哲林有望连妹出手 大家好 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九点 亚洲杯南篮B组第二场比赛 中国对阵八年的比赛将准时开始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在亚洲杯的第二场比赛 在第一场比赛中 中国南篮以81比93输给了韩国队 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是生死战 只能胜不能败的一场比赛 相对来说 这场比赛应该是轻松的 毕竟八连队的实力不足以战胜中国队 虽然中国南篮的阵容不整 只要正场发挥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况且本场比赛主力中锋王哲林和周期是有望出场的 在这之前 王哲林已经休息了八天 因为王哲林身体有伤 所以在上一场比赛中没有获得出场机会 而周期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在澳大利亚做隔离 估计今天晚上应该会赶到赛场去参加比赛 如果这两人能够出场 那么就撑起了中国南篮的半边天 在上一场比赛中 中国南篮没有正硬的中锋 虽然范子明身材高大 在内线也站得住 但是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 对他要求过高是不现实的 没有人给他做替补也是独目难知 所以中国南篮上场输球也是情有可原 本场比赛如果周期和王哲林能够出场 那么中国队取胜的概率将会非常大 如果周期不能赶到赛场 那么王哲林如果能够出现在赛场上 也能够解燃眉之急 让中国南篮回归正常的打法 总之不管怎样 今晚这场比赛一定要拼下来的 祝中国南篮好运 希望获得文昌比赛的胜利 感谢广大球迷的收看 谢谢大家